2008年的钢铁侠点亮了漫威电影宇宙 导演乔恩费如和小罗特唐尼立下了不小功劳 但这份成功和功劳里有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为电影里的三套钢铁侠战衣 在制作这些战衣时 设计团队首先绘制了最重要的Mark 3战衣 在逆向设计出Mark 1和Mark 2 然后将战衣实体模型交给了特效大师斯坦温斯顿 在经历终结者系列后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对于制作机械类实体模型非常有经验 这也为制作钢铁侠战役的CG模型提供了基础 但很遗憾的是在钢铁侠上映后 斯坦温斯顿因多发性骨髓流在家中去世 钢铁侠成了这位特效大师的一作 之后漫威电影里的很大一部分物理特效 交给了加州圣费尔南多的Legacy Effects工作室 在实体模型的基础上 加拿大温哥华The Embassy工作室制作了钢铁侠开场的Mk1战衣CG模型 工业光模制作了Mk2和Mk3两套战衣 这也得益于他们在变形金刚中对机械类模型积累的经验 战衣头盔里的HUD图像显示由加州The Orphanage工作室完成 但这家工作室却在2009年就破产了 第一部钢铁侠中大约有1000个特效镜头 工业光模制作了近800个 在钢铁侠2中工业光模制作了战争机器 Mk6战衣和片尾《钢铁侠大战编锁》片段 电影开场的Mk5战衣由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Double Negative制作 这套战衣有超过3000块模型零部件 剧组还在赛车场上准备了17辆F1赛车 随着在钢铁侠2中战衣的不断升级 实体模型已经不能满足现场拍摄 钢铁侠战衣由实体模型转向现场动部 再生成全CJ数字模型 特效镜头数量也不断攀升 到了钢铁侠3就有超过2000多个特效镜头 这比前两部的总和还要多 其中德国Trikster制作了开场的Mk42战衣 数字王国制作了12套 钢铁侠战衣的原始CJ模型和空军1号被袭击片段 维塔数字制作了片尾大战 以及庞大的钢铁军团 比起2008年的钢铁侠 二战时的美国队长就少了一些科技感 在第一部美国队长中 最主要的特效是瘦小版的史蒂夫 这部分特效由洛杉矶圣莫妮卡·Lola工作室制作 他们首先找到一个身材瘦肉的替身 让他在现场拍摄一次 然后让克里斯·埃文斯再拍摄一次 有时还会拍摄一段空镜头 最后将替身的身体和克里斯·埃文斯的头部进行合成 完成瘦小版的史蒂夫 在这之后 Lola工作室完成了很多年轻版和老年版的漫威角色 比如每对二中年迈的佩吉 每对三中年轻的托尼斯塔克 蚁人中年轻的汉克·皮姆博士 银河护卫队二中心觉年轻的老爸Eagle 在明年上映的复联4中会发生时间穿越的剧情 很多超级英雄的年轻形象 应该还是由Lola工作室来参与制作 第一部美国队长只有1600个特效镜头 但到了美国队长2就增长到2500个 比第一部复仇者联盟还要多 在美对二中 工业光摩制作了神盾局武器制造基底 撇尾天空母舰大战 这三架天空母舰是工业光摩 在第一部复仇者联盟天空母舰的基础上重建的 这也是工业光摩历史上制作的最大CJ模型 美国队长3的特效镜头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 这是漫威电影特效镜头数量最多的电影之一 其中工业光摩制作了飞机场大战的637个镜头 钢铁侠和美对东宾互四的片段 由Master Studio制作完成 片尾德瓦坎达由加拿大Image Engine制作 但在黑豹陛下的独立电影中 瓦坎达王国是工业光摩制作的 整个瓦坎达城市里有6万座建筑 2亿多个物体 近5000万棵树和1亿多其他植被 比起美对系列 雷神系列的特效镜头显得相对少一些 前两部雷神总共也就2500多个 但到了雷神3诸神黄昏 就暴增到2700个 这也是雷神系列口碑最好的一部 工业光摩制作了锤哥大战浩克的400多个特效镜头 但来到阿斯加德后的浩克是用英国Framestore制作的 他们使用自家的Black Sand Flash软件制作了浩克骨骼肌肉系统 完成了浩克大战巨狼温里斯片段 还有石头人扣格 这是导演塔伊加维迪提通过动骨客串出演的CJ角色 由1334块独立的石块组成 有人体肌肉一样的解剖结构 每一块都可以单独调节 电影最后火神苏尔特尔摧毁阿斯加德 也是Framestore制作的 充满史诗感的女武神军团大战死神海拉片段 由澳大利亚Riding Song工作室完成 他们还制作了因为家庭矛盾导致锤哥和姐姐干架的片段 在银河护卫队中 最主要的特效是火箭浣熊和格鲁特两个世界角色 他们分别由英国Framestore和英国MPC制作 并互相共享了角色模型 和材质 在制作火箭浣熊时 先由导演詹姆斯古恩的弟弟西恩古恩进行现场表演 然后再合成火箭浣熊的CJ角色 火箭浣熊最重要的部分是他身上的毛发 Framestore使用内部毛发软件 按照毛发的粗细长短和密度 为火箭浣熊制作了22套毛发 并使用内部软件Jet来模拟毛发与衣服的碰撞结算 制作格鲁特时 同样先由演员进行现场表演 再合成NPC制作的格鲁特CJ角色 格鲁特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眼睛 NPC特效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眼睛的内部结构 还在伦敦植物园参考了很多植物纹理 来制作格鲁特身上的树木材质 但在银河护卫队二周 格鲁特宝宝和火箭浣熊都是由英国Framestore制作的 他们使用内部软件FC Hair Filters 重建了火箭浣熊的毛发 以及骨骼系统和面部表情 维塔数字制作的Eagle星球 有上亿个多边形 这是漫威电影中多边形数量最多的CJ模型 虽然奇异博士只有1450多个特效镜头 但却有着漫威电影里最华丽的视觉特效 其中工业光摩制作了纽约曼哈顿街头 折叠镜像特效和片尾香港街头时间逆转片段 Luma Picture制作了开场古仪法师和卡西利亚斯 在伦敦街头大战的万花童效果 以及片尾奇异博士和多玛姆无限时间循环片段 在《复联3》后很好奇奇异博士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复联4》中 每一部《复仇者联盟》在集结漫威超级英雄的同时 也集结了很多特效制作 第一部《复仇者联盟》有2200个特效镜头 最重要的是绿巨人浩克和最后的纽约大战 这两部分都是工业光摩制作完成的 2008年的《吴定浩克》里的浩克角色 是由美国加州艾尔塞共多的《Rhythm&Hills》工作室制作的 但当时浩克的表情和动作并不完美 尤其是肌肤材质的表现 有一种很糟糕的塑料感 所以在《复仇者联盟》中工业光摩制作了全新的浩克形象 他们首先扫描生成高精度的马克鲁伯洛头部CJ模型 作为浩克CJ角色的参考 然后通过《Movac Control》表情扑多系统 制作班纳博士的面部表情库 再将这些表情投射到浩克的CJ模型上 这样变身后的浩克就和班纳博士 有着相似的肌肤文理和表情 最后再通过马克鲁伏洛在片场的动骨表演 生成浩克的肢体动作 最后的纽约大战 是在新墨西哥州的室内影棚里拍摄的 整个纽约环境几乎都是CJ模型 特效团队为此拍摄了25万张高清纽约街景图片 然后在三维软件里制作了2000多个环境球 用来提供真实的光照信息 还有190个三维道具素材库 街边高层写字楼里的环境 用的是工业光模自家办公环境照片 也正是在特效师的努力下 六位初代复仇者的第一次集结 才能让人如此印象深刻 在复仇者联盟2中 工业光模继续升级浩克形象 使用全新的MUSE表情捕捉系统 重建浩克的面部表情 并通过X光和CT资料获取更准确的人体肌肉运动数据 用来完善浩克的肌肉系统 除了浩克 工业光模还制作了全CJ的奥创形象 但第一代奥创是由德国Trickster制作的 工业光模完成的是奥创在活过来后的CJ形象 在做动补表演时 奥创的动补演员詹姆斯·斯派德身上 有12000个传感器 脸上有600多个面部表情捕捉点 动补生成后的奥创CJ模型有2000多个谷歌绑定 光脸部就有600多个 虽然《复联2》中有很多数字特效 但另一角色幻视几乎全靠特效化妆来完成 劳拉工作室和英国Framestore处理了幻视的一些面部表情 工业光模则制作了幻视的金色披风 刚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 《无限战争》大约有2680个特效镜头 最重要的特效部分就是电影主角灭霸的CJ形象 在之前的漫威电影中 《灭霸》由Luma Picture制作 到了《复联3》 绝大部分《灭霸》形象是由数字王国完成的 他们制作了除了泰坦星之外 所有的《灭霸》角色 共513个镜头 总时长40分钟 计算机处理时间超过6600万小时 相当于7500年 《灭霸》在《复联3》里的表现非常出色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灭霸》的表情变化 他所表现出的征服 嚣张 愤怒 悲伤不舍 甚至是挣扎等情绪 几乎全部来自他细微的面部表情 为此数字王国使用了全新的 Mask Read和Direct Drive两部系统 来处理灭霸的表情 通过Mask Read系统 将面部数据转化成为约4万个 3D形态 高分辨率面部表情数据 然后通过Direct Drive创建演员与角色之间的映射 将数据转化成电影里灭霸的面部表情 他们还通过迪士尼的Medusa扫描技术 制作了灭霸的眼睛 泰坦星之战则是由数字王国和维塔数字一起完成的 其中维塔数字完成了包括灭霸在内的200多个镜头 最后小编统计了一份美国漫威电影的特效镜头数量 和参与漫威电影特效制作的工作室供大家参考一下 从2008年的钢铁侠到2018年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漫威的超级英雄们陪我们走过了十年时光 他们背后的制作团队也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明年的复联4后 六位初代复仇者或许都会离开漫威电影 但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是终身难忘的